将近50家酒店和旅游景点同旅游局合作 吸引外国游客在今夕年到本地消费 其中酒店的促销策略出现成效 有业者获得了额外万元的进账 而也由旅游景点看准了契机 抢占亲子游市场 来看记者吴亮翔的报道 只要入住参与促销的酒店两个晚上 第三晚就免费 也就是说顾客可省下33%的住宿费用 刘局之前宣布与业者合力投入约2000万元 在这一年推展新的惊喜行销运动吸引旅客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接近1000个房网的预定 差不多20万额外的收入 通常游客平均停留两晚 这个配套让他们可能延长住宿 刘局授寻室说 目前有40家酒店支持旅游局 在5月到8月提供住两晚第三晚免费的促销 除了酒店 还有7个旅游景点 相应旅游局号召 这个月起到年底 推出亲子游特价配套 比如滨海湾花园 外国游客购买两张成人票 就可免费携带一名孩童户场 让父母省下10多元 很多国家暑假从6月到8月这个部分 那后来在11月12月的时候 年底部分也是很多家庭都会办去旅游的 那我们这个景点的设计 就是跟着这个亲子游部分来做的 目前这个是以童谣的主题来做的这个花卉 配合今起年 花园下个月底将以湖基花卉 讲述我国过去50年来 据代表性地标的由来和传说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祥报道